所以今年在忙 剛剛說的意思嗎 對 那首歌的內容是什麼 內容 就是說春日香是很美的地方 歡迎大家來玩 我裡面有提到說 它的農作物啊 有八股 小米 有Riggy 芒果 還有Vasa 芋頭 這些都是當地生產的作物 在屏東那邊 裡面還有一些地名 對 我們的山啊 我們的一些鵝柳的名字 用母語講的就比較貼切 好 我接下來呢 因為我就住在部落嘛 所以我接下來要唱一首 因為住在部落有發想的一首歌 因為呢 我經常帶朋友來到我們的家鄉 然後可能他們會待一陣子 然後我就在那部落走一走 有很多人都會說 原住民的部落到底是什麼樣子 但其實每個部落都不一樣 我也去過很深山的部落 真的會比較傳統一點 我們那邊很靠近仿寮 去墾丁一定會經過仿寮 從這邊好像不一定喔 從這邊沒有 好 仿寮的山區就是村人 然後我就帶朋友過來嘛 就去走一走 譬如說第一陵是在村莊最下面 最上面是十二陵 十二陵啊 十三陵是墳墓 有時候開玩笑 有時候開玩笑說我們去十三陵 但是不行不要開玩笑 好 第一陵開始 可能就投兵式可能卡了OK 一間 就唱 唱個曲絕照 然後再走上去 第三陵 又有一個十五拍 十五拍就是雜貨店 就在那邊 又聽到說人家要買酒 那個酒瓶 我們去那個警方那邊 那個是一個卡拉OK的名字 我們去那邊 那邊又有一家 總共這樣 大家繞一繞認識朋友 結果走一走一個村莊 大概四百戶 四百戶一千多人 一千二到一千多人 就有五家的卡拉OK 這樣偷屁式的那種 對啊 那就 在這個 感念之下 其實我不喜歡去唱那個 也不是說 不是說很挑剔什麼的 就是因為他沒有更新 我很喜歡那個新的東西 有時候有一點創新 不要每次偷下去 這個就都一樣 都是這樣 每次都是這樣 就很可惜 這樣 所以我就有一個發想說 那我就寫一首歌叫做 住在部落 對 就是帶我來唱這歌 那就是帶朋友來的一個感覺 這樣 一 二 三 四 小小的部落 影響很多 歌手 歌手有飯有 唱的悠悠 發望在角落 背對角落 收拾很像長雪油 那一 二 三 五 五 四 那個時候 歌本不用 只需要一杯台灣啤酒 三十分鐘過後 靈感很多 男朋友也變多 今天我想要飛 你不要當我放下你的憂愁 好好的放手 麻煩照顧一下 這是我朋友一起飛吧 小小的部落 影響很多 歌手又翻又唱的悠悠 發光在角落 背對著我 很想你的女朋友 分隔的時候 根本不用 只需要一杯 探望啤酒 30分鐘過後 零湯更多 那朋友也變多 呼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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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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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想要飛 你不要當我放下你的憂愁 好好的放手 麻煩倒顧一下 這是我朋友一起飛吧 一起飛吧 今天我想要飛 你不要讓我放下你的憂愁 好好的放手 麻煩倒顧一下 這是我朋友一起飛吧 一起飛吧 呼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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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 謝謝大家的掌聲 住在部落其實 我自己在唱的時候 我自己都很想笑 在家裡 他以為自己也是錄 demo 其實從以前就開始在很想錄音 在大學的時候 因為大學進宿舍 大家都有電腦掛 線 然後電腦可以幹嘛 看一些片子 還有玩電動 打電動 然後還有我就在想 為什麼他們可以把聲音錄起來 早期最早 脫落年齡 我使用卡帶 真的 我們使用卡帶 然後跟那個我的堂弟 那我們一起彈吉他的 我們就去浴室裡面 太吵 外面太吵 客廳太吵 人家都在喝酒 然後我們就去浴室 管起來很熱 又沒有冷氣 在浴室這樣彈著 然後錄那個卡帶 然後這樣 回去錄完再播給自己聽 是這種感覺 可是聽人家音樂就差太多了 也不知道怎麼辦 然後就錄了一堆卡帶在家裡 寫幾月幾號什麼什麼這樣 很棒的回憶 然後就到了電腦的時代 電腦時代我們就嘗試錄音 這樣 也就是說自己錄的時候會覺得很好笑 當你這首出載過路 這樣 那 這個還